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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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的福音里面 是描述着耶稣第二次来临 关于耶稣第二次的来临 为什么是第二次 第一次因爲是耶穌聖誕 而他所講出來的 用這些的比喻 就是他來提醒著我們 怎樣去準備 他的第二次的來臨 第二次的來臨 現在很多經常都甚至 不是在教會裏面 都有提到一個更加 他們很喜歡用一個名稱 就是世界末日 末末日對於我們有信仰來講的是 迎接著耶穌基督第二次的來臨 外面沒有信仰的看的 就像現在他們拍成了這麼多的災難片 但是我們有信仰的 迎接著耶穌第二次的來臨 是一個光榮的境界 一個光榮的情節 很開心的 而很多人都想知道 甚至耶穌基督那段時間之後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 而 是 但是 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 有人說 現代裡面有人說 1975年 有些75年未到就說76 有些就移到2000年 有些就說2012年 但是下面都過了 要我們繼續起來 所以今天 其實 耶穌基督已經想提我們 要準備 將它來應用著 就是在哪裡呢 就是跟耶穌基督再次去相遇 其實我們知道 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 是二次來臨 光榮地來臨的 其實 亦都是 更加近一點的 就是我們 當我們 完成了在世的使命 一完成了在世的生命的時候 我們就會 再一次地 遇到 耶穌基督的來臨 而我們就要 交代 我們在世 所做過的事 所以這次的 生命的完結的來臨 我們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是跟耶穌第二次來臨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一定會來 而生命的完結 去遇見耶穌嗎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也知道 一定會來 在這點裡面 大家有沒有想一下 其實 教會裡面 經常提醒我們 要預備著 耶穌第二次來臨的話 其實 即是一樣的方式 去準備著我們 迎接著我們生命的完結 怎樣 去好好地 跟耶穌交代 祂給了我們 在世那幾十年 想一下 前一陣 最近的 十幾年前的 沙士 又或者 現在的 新冠疫情 現在突然有多了一些 喉鬥 又或者 看看周圍 多少的地震 火山爆發 或者現在很多周圍的水災 不極的用化 這些 代表著什麼呢 代表著一些的警惕 一些提醒 提醒著我們 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一定會來的 就是我們 向耶穌基督 一個預見 來交代 其實我們生命的完結 每一分 每一秒裏面 都很多的 全世界的生命來說 他們最近的統計 他們說 每一秒 現在我們起到來 一秒一秒地過 他們統計過 每一秒在這個世界上 有1.8個人 是生命的完結 一分鐘裏面 大概有100人 一個月裏面 有成四百五十萬 一年裏面有成五千六百萬人去世 這些數字 值得我們去面對 其實 尤其是年輕的人 一面對著生命的元件 很遙遠 但其實是未必的 有些的BB仔已經腰節 有些的真的十歲都未到 有些甚至十幾歲 有些是壯年 但也有很多的去到百幾歲 所以 我們不知道 但有肯定的 就是會來 所以 今天 福音裏面 和幾篇的讀經 都有提到我們 我們 怎樣去面對呢 怎樣去面對我們的主耶穌 但今天所提到的 這個預見呢 是一個很開心的預見 大家想一下 遇見耶穌 無論他在世 或者 死後 或者永遠在天國 都是一件開心的事 所以 為何我們來到彌撒 就是因為他遇見耶穌 所以我們很開心 突然開回堂了 特別是一個很勇揚 在福音今天的描述裡面 有提到 有三樣東西 藉著耶穌的比喻 他來 告訴我們 怎樣去準備 這個面對 三樣東西 很容易記的 首先 有一個的牧人 在等著 主人的來臨 首先第一 要面對著耶穌的嗎 第一是等待 然後呢 他就說 觸好腰 點上燈 就是第二樣東西 就是準備 準備著主人的回來 第三呢 就是當主人一敲門 他就立刻去開門 就是第三樣東西 就是開門 來試後 各位 很容易記的 就是這三樣東西 就是怎樣去面對著 我們去交代 無論是我們生命的完結 或者耶穌第二次的來臨的話 我們做這三樣東西 等待 準備 和開門 但是這三樣東西是甚麼意思呢 很簡單 第一 等待的 等待是甚麼 首先我們要知道 為甚麼來等 你想想那個仆人 叫他等待 等等待甚麼 這個意思是等待 就是說我們生命裏面 我們為甚麼 活著 但這條問題 經常圍繞著很多人 為甚麼 我要活著 每一日生活是這樣過 為甚麼呢 很可惜 很可怕的 就算 如果你問那些人 為甚麼要活著 不知道 是嗎 不知道 天天是這樣過 時間是這樣過 但是我們 聽到耶穌的示範下 那個仆人 那個仆人 他要等 等甚麼呢 他問他 仆人你等甚麼 他立即回答 等主人的回來 很清晰的 很清晰的 意思是甚麼呢 仆人是去來服侍 他有著一個是服侍主人 所以是一個很清晰 我們生命裏面的 要有很清晰 我們等甚麼 我們 在這個活著是甚麼 而我們的生命裏面 有很多的階段 不同的 首先 十分仔 十分仔 十分仔很多的 第一個的階段 是怎樣 他活著是甚麼 學習 第一件事是學習 來發揮自己的潛質 因為十分仔一 由寶寶仔開始 只有潛能 但這個潛能是需要 學習這樣來發揮出來 所以這一種的 是學習的精神 所以要在家 家庭裏面好 學校來幫助 他們好 讓他們發揮 發掘 培養 他們的潛能出來 這些去到 初中到一個階段 這些去活著的目的 但是去到高中 去到大學到的 活著是甚麼 去來集中下去 他將會 以著甚麼的才能 合作一些 培植 深入 去來 選擇 去用甚麼方法 來服務將來 服務社會 所以他 從高中到開始 要找出 他的理科 商科 運科 他要開始想的 還有進去 打算入大學 我選甚麼科 去來 特別去來 培養自己 將來用甚麼方式 去來服事 我選擇 或者 木工 甚至 不要緊 只要你自己 很清晰 我想在藝術方面 我想在教育 我想在 建築方面 不要緊 只要你清晰 一個個的階段 一做事之後 開始做事之後 服務社群 建立家庭 這些是一種 活著的目的 去到退休 退休之後 要換轉 另外一個目的 退休之後 就是新教 新教 用它來見證 用自己的 所有的老年的經驗 來教回下一代 但是我們做教友的 更加幸運 能夠教導著 我們所有這些 這些階層階段 都是最終 服務天主 去來將這個服務天主 藉住服務人 藉住服務社群 去來每一個階段 去來服務天主 所以去到生命的完結 我們就將我們每一個階段 裡面 一見到耶穌 我們很開心地告訴耶穌 我們從小 每一個階段 我們做了些什麼 這些 就是我們生存的目的 這些就是等待 我們在知識的階層 我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第二 我們知道了之後的話 我們要準備 他好像那個服務人那樣 服務人知道他起來 等待著主人的回來 服侍他 但是他要準備的 他準備了什麼 準備著主人回來 熱水幫他洗澡 煮好飯 給他回來可以吃 他準備了床 他回來休息 種種的東西 他準備了 這些準備在我們的人生裡面 是要計劃 不單只是知道 我們準備做什麼 但是我們要計劃 計劃著在我們不同的 比如說學生方面的 我們真的要計劃 怎樣去運用 現在已經畫完了 學生已經在家裡那麼久 有沒有計劃過 只是父母 你幫那些十元仔去問一下 這個月裡面 在家裡 問一下他有沒有成長到 有沒有學習些什麼 如果你問一下 你說這個月做了什麼 不知道啊 糟了 浪費了整個月 但是 你問一下這個月 我學了什麼 最近我問過 有個年輕人 這個月裡面做什麼 好東西 他學應 即是他上網 跟隨著一個 English program online program 一個月裡面 每天 一個小時 very good 這些就是他能夠有計劃 他計劃 不單只是知道 是讓我知道的學習 他能夠計劃 所以 你想想 在裡面的 福音裡面有講過 另外一個比喻 就是說 好像那些人 他們預備著不去他們家 不要被人家拆進來 他會怎樣 他知道 對呀 那些拆不要進來 但是他要準備 準備怎樣 計劃什麼 計劃 有了那些防盜系統 或者有了 放些錢 不要放在家 放在銀行 總之 要準備 好了 我們知道 我們計劃了 第三樣東西去到什麼 做 做 即是怎樣 你想想 當主人回來的時候 敲門 那個僕人呢 知道要 要這些的 等待他回來的 亦都準備好所有東西 在廚房 那些東西了 但誰知道 他睡著了 當主人敲門的時候 他睡著了 都不懂得開門 大家還記得 耶穌那個十個童女嗎 記不記得 那十個童女嗎 有五個什麼 有五個很愚蠢的 有五個就是明知的 怎麼明知法 等啊 準備了油的 但是 五個怎樣 睡著了 主人回來的時候 沒有油 這些就是 睡著了 這些代表著我們什麼 就是我們 不懂得 沒有去做的 只有空在那裡想 只是在那裡計劃 只是在那裡計劃 但是沒有做 這些的問題 很多 很多的理由 做不到 但是我們一定要 嘗一下去行動 去來服務 尤其是 將他做出來 做出來的 能夠有這樣的心 所以 尤其是 幫助別人 能夠做到善功 避免惡事 這些 全部都是 開門 來試口 各位 在我們這些裡面的話 剛才聽到 耶穌的警惕 那些警惕的 如果沒有 這些復人 沒有準備到的時候 沒有準備到 遇到耶穌的時候 不能夠回報 說做了什麼的時候 在那裡頭 受剷除的 會剷除的 會剷除的 剷除的意思是什麼 對於我們生命裡面的一些東西 很短暫 很近視 只看到著的就是 人生現在 這一跌 但是看不到的 就是看著我們 我們為什麼 我們服務什麼 只是現在 沒有去來 預備那些東西 即是什麼呢 現在最麻煩 很多的 一個生活的態度 是什麼呢 我喜歡 我不喜歡 唉 很怕聽到這些 要經常都著重生命圍繞著這兩樣東西 為什麼這樣做呢 我喜歡 不問理由 我喜歡 靠自己的感受 很可怕的 你做的 不只是你喜歡 更加你不喜歡的 不做 這些呢 這些的生活 完全沒有用的 讀書 我喜歡 我喜歡 我不喜歡 是不是 這些 要現在 幫一下 幫一下 去買東西 不要 我打機 我不喜歡 這些 完全沒有 等待 準備 還有開門 這些 耶穌 當我們面對著他的時候 耶穌 會說 這個 惡僕 惡僕 將他所有的東西 拿回 所以 我們一定要明白 去到生命的完結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 想一下 我們要擺出 我們的手裡面 給什麼東西 給耶穌 剛剛相反 如果我們準備 我們 好好地 等候 準備 還有立刻去開門 就是能夠 耶穌祝福的 天主會祝福我們 祝福是什麼意思呢 祝福就是說 我們充滿著愛 因為我們所做的 每一件事的話 幸福的意思就是 充滿著愛 去來接受 去來施言 人最開心的地方 就是充滿著愛 感受到有天主愛我們 人又愛我們 而我又愛天主 又愛人 去來做出 為他們 耶穌基督給了我們的榜樣 祂完全因為愛 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 為了我們 而我們 在這個感受 天主的祝福之下 就是充滿著愛的各位 所以 希望我們 好好地 回應著 耶穌的召喚 尤其是現在我們開堂 我們 希望我們更加 今天我們 有堂慶 我所期望著的 在這個堂區 能夠有著 每一個人 當他面對著耶穌 去來交付 他所做的事的時候 耶穌會跟你們 每一個人說 就是說 好 善良 忠信的仆人 在小事上面 你們忠信 現在 進入我的永福 希望每一個教友 都能夠 有著這個 所以 今天 我們是 紀念著 聖魯寧座 我們的主寶 聖魯寧座 最記得 他有一次 當個羅馬總督 以為 認為教會很有錢的時候 叫他帶回 大教會的財產來 聖魯寧座 馬上帶著 很多游斃 龍 那些人 來到 他告訴人 就是 告訴總督 這些就是教會的財產 這些的教會是財產 是什麼 就是 就是有些 善良 忠信 的 仆人 忠信於 耶穌基督 這些就是我們 每一個人 希望我們 都能夠做得到 最後 希望各位 都能夠 好好地 在天主的愛裡面 去等候 但是要準備 但是當耶穌基督 一敲門的時候 我們開門 去連事後 她的 我向你 看 你 要 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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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